第四代的Gym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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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歐頭人來的網友大家好 期待已久 Suzuki第四代的Gymne 我們終於今天要來試車了 今天是公辦試車 你看我有這個狗牌在身上 所以時間很趕 我們早上是讓車子 讓我們開出來 我們在路上on road拍 而且今天是下雨天 下午我們會到水牛坑去 體驗一下這些off-road 因為這個車子專長就是off-road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車子的設計還有內裝 還有它的空間實用性怎麼樣呢 一起來看 由於時間很趕 所以我們家阿德德也同時在拍照 所以你會看它爬來爬去的 請見諒 我們會注意到這個第四代的Gymne 已經完全回歸到初代那種陽剛的氣氛 你一看就覺得它是很像金普車 對 然後更多人覺得它是Gcar 所以我們已經把它暱聲叫Baby G 但是它雖然有這麼陽剛的外表 像這個直列式的很多這種 水箱罩一樣的 真的很有Gip的味道沒錯 但是它的頭燈已經是LED的 雖然霧燈是傳統的魯素燈泡 整個的造型四四方方 而且A柱非常的直 然後這個側面這裡還有排水溝有沒有 這個都是非常古老的元素 然後它這個車子不是那種葉片堂皇 所以你會發現很有趣喔 非常的輕鬆就可以讓它整個車子在移動有沒有 在搖動有沒有 所以它懸吊是非常軟的 那它到底開在路上會有什麼感覺呢 待會我幫大家體驗 那在車內或是整個車側 它有一個非常方形的這個輪拱 是塑膠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你要拆換輪胎的話 它會比較多一點空間 讓你手伸進去 操作會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車子小小的 所以它只有雙門 然後加上後面的門 後面的門是側先式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備胎 這種車子一定要有備胎嘛 後座椅呢 只要拉一下就可以放下去 如果把頭枕拉開的話它會更平 但是你會看到如果它站起來的時候 這邊的空間就很少 可是這邊側面是連空的 如果你把全部的座位放下去的話 它雙座之後也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置物空間 沒辦法 因為這個車子真的很小 那也是因為它很小 然後又很方正 長得很像G-Car 所以大家瘋狂的愛上它 台灣才剛發表 就已經訂單大概1500台 然後到2020年的4月之前呢 只有800台配額 所以現在訂車可能要等到2021年 才能交得到車了 所以 好可怕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要這麼瘋狂的喜歡它 其實我們是很擔心就是說 大家不了解這台車它是越野本質 它可能是非常tough的一台 雖然小 但是它真的是很tough的一台車 但是呢 在一般的行路上面開起來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 嗯這個車怎麼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呢 我們立刻出發為大家試駕 對齁 出發前我們要先講一下這個引擎的動力 第四代的Jimmy呢 它從1.3的排氣量提高到了1500cc 當然也是自然吸氣引擎 講到自然吸氣引擎 你不要用這邊講說有Turbo我就買 真是的 不要老是講這些有的沒的 這台車動力夠的 絕對不需要Turbo 雖然它在帳面數字上面 最大的馬力只有102匹在6000轉 最大的扭力是13.3公斤米在4000轉 可是我來告訴大家 它可以放大到多少倍的扭力喔 我們看它一檔 齒輪比是2.875 然後中傳比呢 我們現在乘一下2.875 中傳比是4.3公斤 然後呢 它的4H檔還在乘以一個1.32公斤 很有趣 再乘以1.32公斤 所以它就等於放大了16.3倍 這個是一般的高速檔 我們都知道了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有4L的加力檔 加力檔呢 我看一下它其實就是放大2倍 所以它可以把你的扭力放大32.6倍 所以你不要覺得102匹馬力 13.3公斤米的扭力好像不夠 事實上它可以發揮13.3再乘以32倍 等於是你如果用一般車來想的話 它可以到26.6公斤米的扭力喔 所以你推動這台車重才多少 1110公斤 你說這樣動力還不夠嗎 好不囉唆了 我們上去看一下車內 然後我們就出發 好我們來上車 這個車子 因為天氣不好 所以我們底下放了這個紙墊 可能把車弄太髒 這個車除了方向盤 看起來還滿現代的話 可能跟其他SUZUKI車系差不多 而且這個轉起來一圈 這很頗為重手的感覺喔 很斯巴達 其他的部分整個儀表看起來好像均用規格 但其實這都是塑膠的裝飾 你看這個螺絲 這個其實是假的 這個是軟的塑膠 Size一樣 整個風格凝造得很好 但是全部都是塑膠 都因應塑膠 但是你看起來就很爽 它中間的這些按鈕 有轉空調 LED顯示幕在這裡 還有重點 因為只有兩個門 所以它的窗戶 電動窗是在中間這個地方 這好像跟以前也是滿接近的設計 這是左邊的窗戶 這是上 這是下 這邊寫個A就表示左邊的窗戶是電動窗 右邊的窗戶是手動的 它就沒有AUTO的功能 這個自排變速箱的排檔就很單純的 PRND2L 四速自排 你一定聽傻了 你沒聽錯 這年頭還有四速自排 但是你把它乘以2好不好 算八速 為什麼 因為它還可以有L檔 這個螢幕中間這裡 音響看起來是非常的傳統 不過你可以花2萬塊去升級成一個觸控螢幕 加上具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的功能 所以要我買的話我一定會換的 因為這個實在是非常的復古 非常復古到我覺得 我好像不太能夠接受這個時代 還有這樣子的影響設備存在 其他一切頭部空氣也是非常的棒 整個的設計風格很好 兩個圓的儀表都是紅字 所以你一看真的很有均用規格的味道 中間有一個LED的螢幕 LCD 這個Monitor是小小的 但是多功能顯示幕 它大概都是英文的字幕 我還沒有去研究它的所有的Mode 什麼什麼 但是因為那其實我也不在乎那個 也不是重點 副手座這邊的空間呢 這裡有一個握把 這裡有Airbag 這個一台車有六個氣囊 這個手套箱小小的 所以這個車子 因為它外觀本來就小 所以你會覺得它本來就空間小小的 連後座 後座我是不想坐進去啦 勉強擠兩個人是可以啦 但是平常我覺得 我還是會當作個人使用車 後面就給它倒下來 當作置物空間 因為你就算倒下來它的置物空間 所以也還是很小 劉哥我們要敬業 所以後座還是要坐 你如果說我不坐 老闆就是任性 最令人討厭就是坐這種 後面沒有門的車子後座 其實還是可以坐得下啦 只是說如果前面是我的坐姿的話 大概腿部空間是沒有了 但是因為這個 前面的椅背其實滿薄的 然後這個是軟的 所以要擠也是可以 而且這個頭枕可以拉很高喔 頭部空間很好 還有一個拳頭多喔 所以勉勉強擠的話 我還是可以接受啦 所以後座不是不能坐人耶 唉唷 看起來這麼小 這邊 旁邊把位置拉起來 你連頭枕都伸出來的話 這個可以完全是平的 所以兩個座位都完全打平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後座 整個很完整的置物空間 雖然不大 可是因為它是非常方正的置物空間 這個感覺起來會跟很多的修旅車 中型修旅車的後面所有空間 清香空間 差不多 就是可使用的 完全使用的空間 然後它這個背後的材質都是塑膠 所以你放一些比較容易髒的東西 濕的鬆溪 也比較無所謂 不會污染 不用怕污染到它 這個 就是非常小一台車的 個人實用化的 這個機能性非常棒的一個交通工具 上山下海都不怕 OK 所以空間呢 靠我現在要怎麼走出去 哎呀 爬呀爬呀 好啦我們趕快開車出去吧 我不要再比這個 不要再做這個空間的比較了 怎麼調 OK一切都是手動的 所以 就很開心很方便 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東西 出發吧 出發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單邊兩圈 哇真的咧 單邊就兩圈整整 所以左跟右加起來 四圈 哇第一次看到 轉向持比這麼多倍的 我以為這是越野的機能 那我們最重要是要看什麼 在一般的道路上面開起來 會不會像吉普車一樣 很癲 然後很晃很不舒服 好我們現在再加速看看 因為這個只有四速自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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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它在路上的加速力 是非常的普通 畢竟你看這個車子 它102匹馬力而已 車子雖然輕 但是四速自排 所以它每個檔位之間 是齒輪比落差大了一點 銜接沒有那麼密 而且這個車其實它的懸吊是柔軟的 行程長 然後懸吊柔軟 所以舒適度是不錯的 你不會覺得很硬很跳 尤其台灣的路面就像這樣子 很不平 你會發現 你會覺得這個車子是搖晃 但是你不會覺得它是跳得不舒服 所以你看這個稍微的過彎 它的側傾是非常明顯 我想我不打算拿這台車來繞錐了 所以這台車不適合激烈運動 激烈的操駕 就是在山路上面跑 你可能會讓乘客很快的暈車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個車子開起來比較會 這樣子搖啊搖的話 那這個車在都會裡面看 仍然是可以的 噪音呢 引擎的聲音是當然聽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風切聲呢 有啦 時速80公里90公里 就聽得比較明顯一點 輪胎的滾動的聲音也稍微明顯一點 不過都還在可以接受範圍 另外呢 在行駛的過程 你是可以在2H跟4H 就是二輪驅動的高速檔 跟四輪驅動的高速檔 可以直接切換 像我們現在在開的時候是後輪驅動 為什麼 因為它引擎是重置的 所以它是後輪驅動為基礎的 那我可以把它直接切成四驅 譬如說碰到下雨了 你看我剛才已經切了 在螢幕上這邊會出現 四輪驅動的綠色的圖案 所以直接切換行駛 就是二輪驅動跟四輪驅動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切換成 這個4L的話要怎麼辦呢 稍微示範一下 我們下午在水牛坑應該也會 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打入空檔 然後把這個排檔桿往下壓 再切下去 要切到4L檔 這樣它就可以進到 然後再進入D檔再行駛 這個時候它也會主動的 幫你把這個 循跡還有AEB 這個系統給關掉 因為它知道你要進入越野的模式 那我們現在把它切回4H 所以在路上 如果你要追求比較省油的話 其實你在路上開起來 你用2H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碰到這種下雨 泥泞路面 尤其因為這個車子高 容易晃 所以你覺得有點擔心 這個四個輪胎的抓地力的話 你隨時可以把它切到4H 我們來吊個頭 看看一下它這個迴轉半徑是不是很小 相當輕巧 不過轉彎的過程 就是這個車子會搖晃得很明顯 我只是放盤這樣子動 整個車子像船一樣 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買這個車就不是看駕駛樂趣 什麼去沙彎道 去什麼的 千萬不要 不要有那樣子的想法 這個車是開帥的 慢慢在路上油車盒 但是到了越野場地 才是這部車發揮的時候 我們往水牛坑前進 現在我們來到水牛坑 我們一來就先展示給我們看 Jimmy的堅強的車體結構 譬如說你讓一個輪胎懸空的時候 它的車門跟尾門是通通都可以 輕鬆的打開的 因為你如果車體結構不堅固的話 它會扭曲 所以它這個不只是H型的鋼樑 它是已經做到像樓梯 階梯狀的鋼樑 所以這個也是Jimmy的傳統 我們都知道它的剛性很強 這是越野車的第一要物 接著也會通過碎石路 讓大家體驗一下就是 這個Jimmy這台越野車 雖然是越野車 但是你在經過碎石路面的時候 它仍然可以很舒服地穿越 再來就是經過一個沙堆 那個沙堆教練先故意用兩輪驅動 讓輪胎陷進去 結果一排入四輪驅動之後 啪立刻就脫困了 是因為現在比較進步的 這些電子科技 有電子LSD 會幫你把打滑的那一輪鎖住 煞車煞住 然後就啪 一瞬間脫困 這都是小CASE 然後接下來重要的一關就是 考驗它的進入角 穿越角跟離去角 這部車子 軸距只有2250mm 車長只有3.6米左右 所以它是先天就設計非常好的一個越野的材料 你看進入角 看看我們能夠穿過這麼陡的土坡 光是能夠爬上去 然後到了上面 中間考驗它的穿越角 穿越角大概有26度 然後離去角有49度 那是非常厲害 所以你在下去的時候 不會把後保桿給拉掉 對不對 所以這部車 相對於很多的越野車 體積比較大的來講 它的這三個大角度 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說Jimmy這台的確真是一個玩樂車 你要工作當然是也非常稱職 最後當然要讓人家看一下它的涉水能力 我們知道Jimmy這個車子 基本上就是改裝界會很好玩 很愛玩 就是說如果你涉水高到一個程度的話 你只要把進氣管拉到上面 基本沒問題 但是排氣管怎麼辦 這個我們剛剛就看到了 其實你下到水之後 它的排氣管當然不會進水 只要你引擎沒熄火 對不對 而且它會在泥巴裡面冒出這種 像珍珠奶茶泡沫的一樣 所以是很有趣的 整體來講 Jimmy這部車子在越野能力 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on-road、off-road都試過了 我們接下來再去體驗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開這部車去玩耍的話 如何呢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可以遊樂的地方 我們去沙灘來測試一下 不過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移動 所以我們這四個人集一台可愛的小精力 結果我要坐後面嘛 對不對 因為教練在開車 我發現這空間是不錯的 尤其這個頭枕可以拉很高 頭部空間你看看 一個拳頭多耶 所以比一般的SUV還要空間更好 然後後面只坐兩個人的話 它是很夠寬的 因為它側邊這個輪弧的上方 它並沒有做成座椅 可是相對的剛好讓我的左手 有很充裕的空間 右邊那邊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後面現在坐了兩個胖子 有一個你沒看到 他在拿攝影機 感覺還不錯 所以這個四個人坐起來輕輕鬆鬆 好 如果你是越野車的真正的玩家 那你應該非常的清楚 在這個等級裡面 日本的這種純種SUV 就是說純種的越野車 大概就只剩這麼添置第一台了 不是 1001台了 就是Suzuki的Gimney 其它的雖然小型的 例如說K-Car也有做四輪驅動版 那個大概都是應付一般的雪地這些路面 真正還有加利箱的 也就剩這一台 那你去看歐洲的車子呢 他也沒做這麼小的 有這種越野功能 所以難怪全世界會為這個第四代的Gimney為之瘋狂 你看我們跑到這個沙灘來 你要嘛玩沙也可以 要爬陡坡也可以 要客服定位 甚至你去下水 去躺那一場浑水 玩玩泥巴水也是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Gimney真的是可以玩 而且我相信就好像二十幾年前吧 那時候我剛進這行沒多久 那時候有一台Suzuki的Escuto 叫做吉星 記不記得 也是那部車帶起了台灣 我們國內開始玩這種越野車的風氣 而且第一個車子也不貴 那個車子比現在這個車還便宜耶 手拍又耐用 而且是從化油器時代開始 四輪驅動非常的耐用 很多的車子現在都還在服役中 那個Escuto 你就知道 那以Gimney現在來講 又有新的科技 長得又那麼帥 然後在動力上面 然後四輪驅動上面 車體結構上面 都比以前還要更加厲害多 所以我相信這部車 一定會造成一個潮流 那如果說 你只是覺得它很漂亮很帥 我就是在都會裡面開怎麼樣 今天也幫大家示範過了 就是說它除了高速行駛 或是你轉彎的時候 過彎的時候 會車身比較晃以外 其實它在過越野路面的時候是舒服的 越野功能是強大的 所以你開這個車 你就是不要開太快 過彎不要轉太 這個方向盤不要打太快 那也就可以 那我希望就是 你買了這部車 你就好好的愛著它 就好好的使用 就算你是平常隱身在都會裡面 去夜店玩玩也不錯 那上山下海這部車更是沒問題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是Kevin 趕快幫我們按讚 然後點那個小鈴鐺 訂閱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朋友 對這部車有興趣 幫我們分享一下 好今天到這裡 掰掰